2004年 17岁的杨幂得到了大胡子导演张继中的赏识 出演了《神雕侠旅》中的郭湘一角 正是踢开了演艺圈的大门 和杨幂一样被张继中赏识的 还有刘亦菲 两人年纪相仿 但在当时 刘亦菲的长相和家世 是要比杨幂好得多 并且刘亦菲还有干爹陈金飞撑腰 所以得到小龙女的角色不足为奇 但杨幂不管是家世还是长相 都不如刘亦菲 背后也没有资本撑腰 名不见经传的 她是怎么揭示张继中的 又是如何得到张继中亲爱的 没有人知道 因此 当年还传出杨幂为了角色 被张继中前过的传闻 刘亦菲不用讨好张继中 可杨幂就不一样了 每天积极地向张继中 请教演戏的技巧 两人经常讨论剧本到深夜 杨幂的勤奋和上进身受张继中欣赏 对她也是照顾有家 指点她要想在娱乐圈里混得好 除了长相过人 要懂人情事故之外 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努力提高演技 最好能考个名校提升自己 在张导的指点和帮助下 聪明的杨幂开窍很快 不仅学会了娱乐圈的生存法则 而且还以专业课第一的成绩 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2005年 杨幂一进入北影 就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毕竟多少演员都想和张继中那样的大导演合作 都没有机会 杨幂这个处处茅庐的黄毛丫头 有这样宝贵的演艺经历 起点很高 别的同学读大一的时候别说演戏了 就连拍广告都不一定有机会能拍上 杨幂倒好 出道集巅峰 大一那年 在张继中的推荐下 他一口气接到了王昭君 聊摘这一只小倩 门笑着或者下去四部大戏 可以说大义的杨幂比许多大四的学长学姐都要忙碌 不是在拍戏 就是在拍戏的路上 尤其到了2006年 神雕侠旅播出 一经播出就火遍了大江南北 杨幂饰演的郭湘灵动可爱 令人印象深刻 杨幂也开始被观众熟知 彼时的杨幂 已经不需要衣服大胡子导演 就有无数戏乐找上门 拍戏的同时 他也享受起了爱情的美妙 大学期间 杨幂风光无限 身边不乏追求者 其中就包括暖男马天宇 马天宇长相帅气 温柔体贴 一直默默付出不求回报 杨幂对他很有好感 两人形影不离 背影校园里遍布了两人的身影 同学们都以为他们是一对 可杨幂只是把马天宇当成备胎 他享受这种被捧在 手心被呵护的暧昧感觉 当有人问到两人的关系时 杨幂也只是说 马天宇是他的蓝颜知己 两人是好朋友 至于如此亲密的男女之间 有没有蠢友谊 或许只有杨幂知道了 2008年 杨幂接到了仙剑三剧组 抛来的橄榄枝 邀请他出演女主角雪剑 和杨幂搭戏的男主 是仙霞剧男神胡歌 杨幂和胡歌天天朝夕相处 又有着不少亲密的对手戏 结果拍着拍着 两人就假戏斟坐起来 在剧中两人是一对欢喜冤家 在剧外两人你浓我浓 不仅一起亲密出行游山玩水 而且还互发微薄示爱 杨幂和胡歌狼才女貌 加上有先见三CP的加持 CP粉们很看好他们 恨不得他们原地结婚 然而 两人并没能修成正果 随着双方事业上升 巨少力多 并且经纪公司出手制止 杨幂和胡歌终究成为了 最熟悉的陌生人 歌蜜粉们梦碎一地 感到一难平 久久不能释怀 不过杨幂却很洒脱 他拿得起也放得下 很快就使然并有了新欢 2009年 杨幂结识了余浩明 两人看对了眼 火速坠入了爱河 弹起了低下恋 度过了一段甜蜜时光 可惜好景不长 2010年 余浩明在拍戏时遭遇了意外爆炸事故 他为了救同剧组的人家 宣被火烧伤 全身烧伤严重 差点就毁容了 余浩明出事后 杨幂只去看过他一次 随后便提出了分手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大难铃头各自飞 多年后 有知情人爆出此事 众人才知道 原来杨幂和余浩明有过这么一段过往 也是在2010年 杨幂前脚刚抛起了余浩明 后脚便无缝衔接上了刘军林 刘军林是一名歌手 才华横溢 并且长相帅气 壮脸无焰祖 两人因合作歌曲流离月相识 从而擦出爱火 走到了一起 媒体拍到了两人机场甜蜜 北京咖啡馆约会等种种亲密约会的照片 这段恋情才得以曝光 兴许是大秘密的新线赶来得快也去得快 几个月后 他跟刘军林彻底白白 不带一丝留恋 2010年年底 杨幂和陈慧林的弟弟陈思汗谈起了恋爱 两人因合作十二生肖传奇结缘 假戏真做把戏中的缘分延续到了戏外 杨幂经常和陈思汗在剧组里眉来眼去 收工了两人还一起逛超市一同回家 看上去就像老夫老妻一样 只不过 这段恋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没过多久就消散得无影无踪了 杨幂从来都不会让自己有空窗期 处处留情了他 凭借自己强大的撩汗手段 让一个又一个男性为他前夫后继 就连赵丽颖的前夫冯绍峰 也曾被杨幂迷得神魂颠倒 如果杨幂愿意接受冯绍峰的求爱的话 或许就没有赵丽颖什么事了 2011年 由杨幂冯绍峰主演的穿越剧《公所心域》播出 掀起了一阵热潮 杨幂和冯绍峰也因此声名大噪 在拍摄《公所心域》的时候 冯绍峰就对杨幂暗生情愫 不止一次当众向杨幂示爱 其实冯绍峰并不是杨幂的菜 但为了宣传新剧和制造话题 杨幂对冯绍峰的示爱不接受也不拒绝 两人保持着很长一段时间的暧昧关系 那段时间 杨幂和冯绍峰一起出席各种活动 一起拍情侣大头贴 一起做各种亲密的事情 宛如热恋中的小情侣非常甜蜜 直到热度过去后 杨幂才在节目上澄清 自己真的只是把冯绍峰当成好朋友而已 对他没有男女之情 言外之意就是 我把他当好朋友 可他喜欢我 没办法 魅力太大了 利用冯绍峰炒作了一波热度之后 杨幂潇洒转身 徒留冯绍峰原地悲伤 杨幂和冯绍峰的绯闻才刚过去 一个叫化汉的男人 就迫不及待站出来爆料 自己曾和杨幂在一起过 据化汉所言 他和杨幂在上大学的时候相识 自己给了杨幂很多帮助 结果杨幂红了之后就翻脸不认人 把自己抛到了九霄云外 面对化汉的爆料 杨幂没有回应 他们到底有没有在一起过 咱不清楚 但可以肯定的是 化汉真名叫王思明 他的真实身份是万达集团的二公子 化汉家大业大 花明在外 最喜欢探索女星 像唐烟 刘诗诗 居静怡 李沁 赵涵英子 谭松韵等女星 都和化汉传过绯闻 如果杨幂真的和化汉在一起过 也不足为奇 2012年 杨幂终于大胆了一次 与以往的遮遮掩掩不同 他第一次大方公布恋情 这一年 杨幂官宣了和刘恺威的恋情 据了解 两人因拍摄如意相识 因戏生情萌生了爱火 随后便谈起了恋爱 并且一反常态决定官宣 官宣是官宣了 但并不代表杨幂就定下心了 尽管有了正派男友刘恺威 杨幂依旧飞闻不断 2012年 才刚官宣不久 杨幂就和郭敬明传出了桃色飞闻 夜内盛传郭敬明是双性恋 男女皆可 杨幂和郭敬明合作了小时代 两人走得很近 杨幂还被拍到直接坐在郭敬明腿上 从而闹出了不小的飞闻 而两人也丝毫不避讳 以至于飞闻越传越勇 到了2013年 杨幂接拍了《古剑奇谈》 转身又和当时的人气小生李一峰传出了飞闻 那时候的李一峰还没闹出嫖娼丑闻 当时的她不管是长相和人气 都是顶级的 作为严控的杨幂 和李一峰打得火热 多次被拍到一起甜蜜约会 兴许是杨幂花边新闻太多 太受欢迎 太有魅力 令刘恺威感到不安 刘恺威当即决定向杨幂求婚 本来杨幂还想多玩两年 不想这么快就嫁人 奈何刘恺威太给力 没过多久 杨幂便怀上了刘恺威的孩子 于是乎 杨幂答应了刘恺威的求婚 2014年1月8日 杨幂和刘恺威举办了婚礼 正是结为了合法夫妻 同年6月1日 两人的女儿小糯米出生 刘恺威以为 自己和杨幂结了婚生了娃 就能绑住杨幂 让她安分收心 可令刘恺威没料到的是 哪怕结了婚生了娃 杨幂还是桃色飞闻一箩筐 不是和这个演员传绯闻 就是和那个男性搞暧昧 2015年 杨幂和谢霆锋一起上节目 两人关系匪浅 杨幂甚至当众表示 自己很想嫁给谢霆锋 还回忆当初和他拍床戏时 回味无穷 可惜两人因为种种原因 没能在一起 2016年 杨幂和赵又廷合作了电视剧 《三生三十十里桃花》 在片场杨幂对赵又廷狂放电 毫不避讳双方已婚身份 上演了一出剧组夫妻的好戏 赵又廷的正宫高原员收到消息 吓得立马连夜赶到片场 打着探班的名号 来剧组坐镇监督 杨幂和赵又廷这才收敛了不少 后来杨幂在拍翻译官时 又和黄轩打情骂俏 时不时轻轻抱抱举高高 两人流出了许多片场的亲密照 看上去戏真情更真 引发了轩然大波 关于这些绯闻 杨幂不以为然 继续和黄轩保持暧昧关系 这种似是而非扑朔迷离的关系 引发了无限的遐想 兴许是杨幂太会撩汗 就连黄子涛也被他撩过 两人一起合作了谈判官 戏还没拍完 绯闻就漫天飞舞 到底两人是露水情缘 还是说为了新剧故意炒作 只能说人者见人知者见智了 眼看杨幂玩得这么滑 刘凯威也不甘示弱 转身就和王欧上演了夜光剧本事件 2016年 王欧和刘凯威正在克拉玛一拍摄《猛荒记》 兴许是风沙太大迷人眼 克拉玛一的沙漠太热情 让人心痒难耐 拍着拍着 王欧跟刘凯威一不小心天雷高地火 碰撞出了猛烈的火花 两人时不时相约到房间优惠 一优惠就是一整夜 常在喝边走 哪有不失邪 刘凯威和王欧在房间优时 被第一狗仔卓尾拍了下来 事后刘凯威解释称 两人是在房间讨论剧本 没做其他的事情 但有意思的是 卓尾拍到他们在房间是关着灯的 关着灯还能讨论剧本 要么这两人的眼睛比夜行动物的势力还好 要么剧本会发光 这件也被媒体调侃为夜光剧本事件 随着事情的发酵 杨幂站了出来 表示自己相信刘凯威 而刘凯威也称以后会注意 不会再单独到女演员房间讨论剧本了 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两人会重归于好 放下过往 收敛收心 好好过日子 但破镜难重圆 有了裂痕的婚姻很难长久 仅过了两年 两人就离了婚 2018年12月22日 杨幂和刘凯威发表离婚声明 并称两人会以亲人的身份共同抚养女儿 离婚后 刘凯威的人气和资源大不如钱 反观杨幂 依旧是一线 人气和资源如日中天 并且离婚后的她保养的也很好 身边不乏追求者 这些年 杨幂身边桃花不断 她也总是和一些鲜肉弟弟传恋爱绯闻 2021年的时候 杨幂和魏大勋还被爆出了新恋情 两人被拍到多次同旷约会 还有很多情侣物品 虽说两人都没有承认 但他们的恋情似乎已经成了圈内公开的秘密 直到去年的时候 杨幂被传已经和魏大勋分手 之后魏大勋棒上了另一位姐姐秦岚 回顾杨幂的情史 可谓是精彩万分 她越南无数处处留情 曾把16个男人玩弄于鼓掌之上 当然这些还是有技可循的 其他没被发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 如今杨幂已经36岁了 她依旧驰骋情场 玩得不亦乐乎 真的很好奇 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能让大秘密收心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